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個禮拜的開始 這個禮拜的上半週 也就是在禮拜四之前 台灣地區的水氣都是明顯偏少的 當然天氣是比較穩定的 不過從禮拜五之後 台灣地區的水氣就大為增加 所以下雨的機會 當然就雨區也比較廣 有地方雨勢也比較大一點 我們來看這個變化 目前可以從雲圖上看 台灣地區其實整個雲序 都沒有多的情況 比較多的就是在 我們東南東方 1600多公里的這個16號颱風 它未來它會順著風場 會逐漸的向北來移動 現在雖然它在過去三個小時 它的強度由強烈颱風 減弱為中度颱風 不過整個北上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會再度增強為強烈颱風 而且方向是比較偏 北方向然後在禮拜四之後 轉向東北方向來移動 原則上對我們來講是沒有直接影響 不過要提醒大家 特別在這段期間的過程當中 比較靠近台灣地區 所以在長浪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在馬祖 基隆北海岸以及東半部 南伊利島地區 一定要特別注意這種現象 至於降雨的部分 剛才提到水氣不多 所以今天的降雨的情況 這個地方是因為東北風 今天是東北風影響的情況 雨勢也不大 其他地方其實都是比較偏向 午後帶來一些零星的降雨 明天還是東北風影響 但明天的水氣也是不多 可以看到明天東北風影響之下 水氣偏少 當然迎風沒有零星降雨 不過午後的山區的雷陣營的話 強度還是比較偏小的 未來天氣的變化 我們來看禮拜三禮拜四 東北風很明顯減弱下來 水氣還是不多 既然東北風減弱的話 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下雨的機會就比較低 所以明後兩天 特別在禮拜三到禮拜四這兩天 比較偏向就是山區的一些 午後類這樣的情況 要特別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禮拜五之後 跟禮拜六這兩天 台灣地區會受到什麼 會受到就是在華南這個地方 水氣的東雨 所以禮拜五禮拜六 甚至到下禮拜一 台灣地區會受到華南地區水氣東雨 迎風面的基隆北海岸 以及台灣的東半部地區 都會比較明顯降雨 其他地方山區可能就有 午後雷震雨 所以五六甚至到禮拜天 這段期間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未來提醒大家 第一個當然就是台灣地區 雖然普通雲對我們沒有直接影響 要注意的就是強震風 以及長浪的部分 禮拜五之後水氣明顯增多 所以下雨機率大為提高 另外就是溫度部分會明顯變高 注意防曬多補充水分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 請我們再次來看一下 還是 雷震雨